椰食窒息案例 推广点现场曾急救过许多中风、癫痫及心脏病患者 抢救遭食物椰住导致昏迷的还是同一次 2019年2月,一位80岁老人突然昏迷 刚开始以为是心脏病发作 但随后立刻了解是因为食物卡在喉咙出现窒息 造成他呼吸困难 在旁发现的志工第一次碰到遭食物椰住昏迷患者 情况十分危急,有点紧张 还好,有经验的资深志工立刻过去支持 镇定地先帮他按推上背部,再按推头部 患者不断吐出一些浓稠粘液 脸色稍有转变 眼睛也略有睁开,已可正常呼吸,但仍意识不清 于是按推后,让患者平躺温敷红豆袋 约过十分钟后才恢复意识 有听说过椰到的异物有坚果,葡萄,硬糖和麻薯 这次的祸手是年糕,患者是吃了三块年糕,因为着急要离开 所以没有细脚就快速吞下,不料噎住食道导致昏 原来异物堵塞气管被年糕噎到引起窒息昏迷 原始点也能够顺利抢救 指公们再次见证原始点急救方法的威力 真的救活身边无数濒临死亡的病人 一个月后参加基础班课程认真学习 原始点简单迅速确实有效 防止了一场悲剧,挽回了一条生命 太厉害了 感谢张医师的发明,感恩原始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